难怪郭靖不敢娶华征 你看华征的历史原形是谁 所到之处失衡遍野 郭靖尚未出生 他的父亲就被段天德所杀 母亲李平也历经了诸多苦难 在大漠的雪地里生下了郭靖 机缘巧合之下 郭靖成了成吉思汗的金刀驸马 华征也就成了郭靖的未婚妻 郭靖和华征在蒙古的草原上一起长大 可谓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 因此当成吉思汗把华征许配给郭靖时 郭靖想都没有想就答应了 此时的华征虽然尚未成年 也是一个亭亭玉立的美少女 书中是这么写的 王涵看那华征双目如水 皮色犹如羊枝一般 虽是幼女 但已看出将来必是个绝色女子 心中甚喜 王涵果然没有看走眼 又过了几年 华征越发美丽 真知成了自带香气的香妃 金庸写道 郭靖辞出金帐 暮色苍茫中正要去母亲帐中 突厥一双温软的手掌掩在自己眼上 同时鼻中闻到一股香气 一睁之下 叫道 华征妹子 转过身来 只见华征公主 身穿白衣 似笑非笑地站在当地 两人分别惊年 此番重逢 只见她身材更高了些 在进风茂草之中 长身玉立 更显得阴姿飒爽 换了常人 早就和华征洞房花竹 结为夫妻 可郭靖这小子去了一趟中原 就被黄药师之女黄荣 迷得神魂颠倒 把自己和华征的婚事 抛到了九霄云外 待华征不惜千里地 从蒙古赶到中原 找到了郭靖 郭靖这才想起 和华征的婚事 当着黄药师 和江南七怪之面 郭靖立实表态 原著写道 郭靖当下昂然说道 黄岛主 六位言师 霍雷安达和哲别 佛尔乎两位师父 郭靖并非无信 无义之辈 我需得和华征妹子结亲 他这话 用汉语和蒙古语 分别说了一遍 无义人不是大出意料之外 然而郭靖和我们一样 总究只是一副血肉之躯 有着无法控制的七情六欲 原来郭靖信誓旦旦地说 须与华征澄清 可见了黄荣之后 郭靖又掉进了黄荣的温柔乡里 于是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答应过娶她的 但我要先陪你一百年 两百年 她如肯等 就等一百年 两百年好了 哎 蓉儿 我死也离不开你 只好对她不住了 两百年之后 她变成个白发皱面皮的老太婆 我自然不能娶她了 从须得和华征妹子结亲到后来的 我自然不能娶她 是什么让郭靖有了如此之大的变化 身为读者的我们 就算把社雕英雄 转反反复复多看几遍 也无法揣摩出 郭靖对华征的情感变化 郭靖和不将华征 黄荣一并取来为妻 这样不就皆大欢喜 哪会有后来的如此之多的风波变故 的确 蒙古男人拥有三妻四妾 非常正常 郭靖自小在蒙古长大 也是知道这个道理 而且金庸笔下的男主 不一定要遵循一夫一妻子 好比张无忌不断游走于赵敏 周芷若 小赵 朱尔之间 而为小宝则一口气 娶了七个老婆 其实 你若知道华征的历史原型是谁 就会知道郭靖为何不敢娶华征为妻了 前面提到 华征是成吉思汗的女儿 而在真实的历史中 成吉思汗的确有个小女儿 换作阿拉海别吉 阿拉海别吉正是华征的历史原型 据史书《驸马高唐中宪王碑》记载 阿拉海别吉英姿萨爽 精通剑术 马术和行军打仗 史书里是这么写的 金领白答答同事 日逐看经 有富士数千人士之 凡征伐斩杀 接自己出 金笔不足之后 提国乃打主成吉思公主 必鸡犬管国事 你看 华征的原型 竟是一个清领兵马玉血奋战的女将 一个凡征伐斩杀 接自己出 还说明华征的原型 极其暴力凶残 还证明华征的原型是一个女强人 他打下来的城池 必要亲自管辖治理 看到这里就能明白 金庸为何不让郭靖娶华征了 一 郭靖只爱黄蓉 这样就能将郭靖的痴情专一 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 华征的原型是一个能争善战的女将 还是一个走到那 杀到哪的女版成吉思汗 郭靖若取了华征为妻 以郭靖的善良之心 岂能放纵华征滥杀无辜 这样的剧情不但违背了真实的历史 还引发了前后矛盾之处 于是金庸让郭靖在华征黄蓉二人中 做了一个抉择 郭靖黄蓉最后结为夫妻 成了金庸笔下最具有魅力的模范夫妻